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如今在生活中最常见的肥胖就是腹性肥胖 又称中心性肥胖,俗称大肚腩,皮脚肚 看着自己腹部增大,腰围增加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帮助摆脱腹性肥胖呢? 增加运动是必须要做的 可以坚持每天早晚慢跑 这种全身性的运动有助于分配我们身体各部位的脂肪 同时扎长腹部的运动 这种局部训练和全身性身体运动结合起来 减负的作用会更佳 除了坚持必要的运动 这里给大家带来一个疏通穴位经络的辅助方法 帮助更好的收肚子 坚持疏通两穴一脉 可以帮助大家更快地摆脱大肚腩的困扬 两穴就是肢沟穴,天疏穴 肢沟穴这样讲 身臂腹脚,万倍横纹,上三寸 齿骨与摇骨之间就在这里 暗中会有明显的压痛感 肢沟是双侧穴,左右手各一穴 下面我们来找天疏穴 这个穴位在我们的腹部 先找到肚脐 肚脐向左右量三寸宽处 即为天疏穴 左右各一穴,这里就是 好,找到穴位了 先点油脂沟穴,再点油添出穴 每次每个穴位点油十分钟 每日点油两到三次 这两个穴位可以调理我们的肠道 解决便秘是快速解决腐形肥胖的方法之一 肠道功能好,排便正常顺畅 可以帮助我们捡肚子 胰脉就是带脉 带脉就是沿着肚脐水平的一圈 要捡腰部两侧的最右 疏通带脉是最直接的方法 疏通的方法很简单 用空心拳 从前往后,力度适中的抄档 再从后往前,再抄回来 就这样来来回回,反复的敲打 有经络拍的,可以用经络拍拍打 疏通带脉每次十分钟 以敲打到带脉发热为好 可以每日做两到三次 好,以上就是疏通两穴一脉的方法 大家坚持做 本支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